大家好,我是飞龙 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11月30号的复盘 首先第一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展示板高度 以及市场相关的热灵主线 今天市场四板呢,是一个OLED彩虹股份 整体来说的情况下呢,是一个比较什么 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个股 那么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如果继续往上涨,继续表现的情况下呢 可以考虑什么 可以考虑它的一个联动个股以及联动板块 就是OLED这一块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要和大家讲的这个板块呢 是参股金融以及大金融这个板块 今天整体来看 大家看涨停的也只有几个什么 只有几个小弟 几个核心的像这个国盛金控 或者说像厦门行以及青岛行等其他的尾盘全部什么 全部炸掉了 这对整个市场的一个影响呢,比较大的 尤其是今天五盘指数的一个尾盘指数的一个跳水 主要就是大金融的一个炸板造成的 这是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可能说另外一个比较大一点呢 也就是说第三个要和来讲呢 是有色以及相关的一个顺轴期 顺轴期这一块呢 前面已经炒作了 现在接下来局部 继续炒的情况下也是一个局部性的一个机会吧 包括尾盘的一个什么 尾盘煤电 地铁板之后的郑州 郑州煤电的一个连续两次的一个炸板呢 也是什么 对于降低了什么 降低这一块的一个预期 另外有一个社区团购 社区团购这个其实说包括战口气雄 以及相关其他的巨头的进场 来看的情况下呢 是一个比较大的题材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之前炒过一次就是茶花股份 接近三板来自炒过一次 然后这次又又炒过一次 基本上有点在爱股这边有点这种炒的不是很尽性 炒的不是很大的一个苗头吧 这是今天市场整体几个主线 相对来说包括指硕的一个走弱 整体走势呢并不是很好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涨停相关数据 涨停相关数据呢也是 硕量呢不怎么低 不怎么多然后呢炸板率还是比较高位的 只是一个用四个字来形容 主要是一个盘中富贵吧 最后的情况下作为今天重点和大家讲一下大盘 大盘今天今天这个走势呢明显来看的话呢 就是明显的一个大坑走势 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盘面 盘面从早盘来看的 从早盘来看的 你看整个市场户指这块 放量到2800 2885亿 放量的呢这个量还基本上是差不多 今天的一个最高点3456相较于前期的高点呢 3458呢只差了两点 也就是说我昨天晚上7点钟在我们直播间和大家说的 这一次应该是比较接近 比较接近比较有希望什么 比较有希望能够突破的一个行情 那么但是最关键的一点等到今天五盘之后呢画风突变 你要不突破也就算了你冲高来个回落 小回落不也行吗 像之前像之前这一次包括这一次 人家也有回落也不至于今天这么猛 直接五盘的一个杀跌 用我个人的一个 我个人的观点呢 用主要的一个分析呢 主要还是一个什么 主要还是资金跟不上 资金跟不上冲在前面呢 打头认的像这个证券银行 打头认冲冲冲冲 没问题 一看跟不上 跟不上这里 三四五六距离前期高点呢 三四五八 然后持有筹码的人 持有筹码的人 怎么一看 哎呦 这还是老套路啊 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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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老套路 那我直接砸不就行了吗 这就是 在期货市场用的比较多的一个词 叫什么 叫多翻空 我本来还是一个多头持股待长 等着你突破之后 我还继续赚呢 就OK了 结果一看彻底不行了 一看不行了 并且有可能 类似于之前的一个走势 突破不了机完 我直接来一个多翻空 尾盘一直在砸 砸了一个相关的一个走势 这个是关于盘面的一个理解 那么我们说一下 接下来 那很明显 今天肯定是套了一批人吗 今天这个 这么长的一个天线宝宝 肯定是套了一批人 明天盘面肯定是受了一个相关的一个压制 肯定是有一个止损盘 跟哥肉盘的一个出来过后 才能什么 才能有继续的表现 盘面如果说非得说 还有一丝希望 一丝生机的情况下 就是什么 反报 如果能反报 可能说人气还能不散 如果再反报不上来 就用那句话来说 就是说这个人心散了 对我不好带了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看法吧 然后还有一个 大家关注的一点 目前资金有我个人的理解 目前资金已经有 主板往创业板流的一个苗头了 为什么呢 从9月份 从9月份开始之前是什么 资金从这个资金从主板 主板流到这个创业板 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之后呢 资金从主板到创业板 然后呢 情况下后来一系列影响呢 又从创业板到主板 现在的情况下可能说 我个人认为本周包括接下来呢 主板往创业板的流一下 就这个肯定是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个知识 长期的流肯定是不太现实的 短期可能会流 流一下几个原因是吗 一个呢 主板大坑太多了 主板坑太多了 尤其是今天 第二个是吗 第二个这个创业板已经调整的 调整的比主板更多一些 这是整体的一个影响 第三个原因是吗 第三个原因 它本身的一个优势 包括这个20的涨金幅的限制呢 可能说也比较多一点 那么接下来几天 本周啊 长期流不太现实的 长期流没有大的一个知识 或者说大的一个改变 长期持续流 从主板到创业板这一块呢 是不太现实的 然后短期可能会有流一下了 因为主板这一块炒的也差不多了 然后的话坑也比较多 那么资金在这一块挨打之后呢 那我就换个地方去呗 对不对 就是类似于之前炒这个可转债啊 到这个20厘米 注册制改革也是同样的一个玩法吧 好 以上是今天的一个复盘 具体其他的内容呢 今天晚上7点 在我们什么 在我们有 在我们要吧 油资超转线直播间呢 我们再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